第100位学生通过全民音简初级检定 让成功国中师生相当振奋 一向重视培养学生英语实力 校方争取到充足经费资源 安排课后英语辅导 并有老师们自编英语教材及提本 长期努力终见成果 结合我们的部分领域双语教学计划 以及我们教育部的数位学办的计划 那老师也愿意留下来协助 那我们透过老师的课程的编排 然后设计很多的练习的提本 那我们在这学习也是帮助所有的学生都完全免费 在课后第九节跟第十节留下来训练 他们听说读写的能力 那孩子呢也是非常的努力 学生们很感谢学校的资源 让他们可以顺利通过检定 很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个帮助 让我们大家去考英检 然后也是很荣幸可以通过初级英检 而且是蛮感谢老师把我们留下来练习 然后做一些习题之类的 校方为了鼓励英语学习 对于通过英检的同学都给予奖学金奖励 相信可以进一步发展学习动机 很感谢学校有鼓励我们 就是要给奖学金让我们都更有动力去学习英文 我们这个初级中级的那个奖学金 都是我们校长去募款而来的 我们初级通过呢 包含报名费我们有两千多块奖学金 然后终极就有七千块 今年的意识碑我们的看图说故事第一名 然后还有演讲比赛也是第一名 还有我们去年的作文试赛 我们也是拿到全市的第一名 那我觉得我们学生非常的棒 然后我们给的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校长很感谢全体师生的努力 让学校在英语教学中有丰硕的成果 现在目前学生超过英语已经超过了100位 我们希望我们同学能够继续的努力 在英文的这个教学上面 还有学习上面能够更进一步 前面师生继续精进 为成功国中英语教学再创高峰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